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龄,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839集 大半夜的摸到蛇口港的南海酒店 就像做贼一样 供养的心真是扑通跳 跟着刘勇干不亏呀 他虽然失去了稳定工作带来的一系列福利 得到的机会他哪个同学能比 能替五星级酒店设计装修 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可没有如此美事 国有单位里干啥都要讲私利 这样的项目不知道到第几年才能轮上 大晚上的 夏小兰和公杨打着手电 把南海酒店走了一圈 晚上当然有保安看守 刘勇提了两瓶酒和烧鹅和保安队吹牛 一个是我外甥女儿 另一个是他同学 两个都是学生 不晓得老是布置的啥所以要看施工现场 你们说有啥看的 确实没啥看的 黑漆漆的连剩下的钢筋都被清理一空 这个工地连剑渣都不剩 只等着装修 也不怕夏小兰和公杨会偷什么 设立保安队还是怕有人搞破坏 也担心有人见这是无主的地方 晚上跑来楼里睡觉 继而把这里变成生活起居地 特别是在鹏城打零工的人那么多 五月份的鹏城哪里都能裹着被子睡一觉 夏小兰和公杨出来的时候 刘勇喝得半醉 酒水和烧鹅都吃完了 已经和保安队称兄道弟 保安队的人冲刘勇吐槽 那些香港人最不好伺候 楼修好了白空着浪费多少钱 隔几天来一趟人 说是装修公司的 一个比一个拽 我们还要全程陪同嘞 刘勇心中一动 香港公司也着急呀 三人回到住处 刘勇搞了个作品集集 从给康伟装房子起 他就坚持在完工后拍照 原来是请相馆的人拍 后来自己买了台照相机 他学这些东西很快 自己也能拍得四模四样 刘勇把装修又给细分了 宾馆装修 住宅装修 门店装修 办公装修 这些里面还分精装和简装 客人看着这些真实案例 联系自己兜里的预算 大概能想象到装修结束后的效果 夏小兰都要替他舅舅竖起大拇指 搞作品集是他说的 但细分成这样是刘勇自己想的 做生意用不用心 可见一斑 熬了大半个通宵 夏小兰和公阳交换了一下想法 公阳连夜画了两张效果图 三人都做到了心中有底气 才散伙睡觉 第二天早上 夏小兰打着哈欠 白珍珠来接他 你们昨晚做什么去了 唉 别说了 像做贼一样忙了大半夜 我们要速去速回 中午要和别人吃饭 夏小兰这样说 白珍珠就不问了 汤市长和白珍珠隔太远 白珍珠和夏小兰交好 不是和汤市长交好 小王开着车停在街对面 冲夏小兰招手 夏小兰顿时乐了 黄哥 你咋来了 唉 你不是要去海关挑车吗 领导叫我一起去看看 挑车的事夏小兰没说过 刘芬人还在阳城 也没机会说 多半是于奶奶说的 夏小兰觉得 于奶奶和汤市长联系的频率太高 那老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呢 夏小兰也没矫情 拉着白珍珠钻上了车 她随时携带的手提箱 就装着十万现金 夏小兰是第二次到海关 第一次是跟着抗伟来的 周成想送辆车 给她当生日礼物 夏小兰那时候觉得张扬 也不想花周成那么多钱 就给拒绝了 现在第二次来感触不同 第一次是去年夏天 讨几万买车 夏小兰都会肉痛 现在经济情况不一样 让她拿出几万来 不会影响后续的生意计划 买一辆车是能派上用场的 那就买呗 海关缴货的走私车 会以低价售出 80年代有一些人 就是靠倒腾这些东西 发家致富 汽车电视机等紧俏商品 海关都有 能不能买到 却各凭本事 能不能买到 和花多少钱买到 这中间的差异也很大 小王带着来的 比夏小兰自己乱碰运气的强 还是同样的停车场 小王和别人嘀咕半天 接待的人满脸笑容 夏小姐 车子平时主要是女士开吗 夏小兰点头 还有别的吗 车子有贵的 也有便宜的 走私车大行其道 是每年进口的汽车总数太少 关税也实在太高 而且私人就没有买车的资格 正规的途径买不到进口车 当然催生了走私车的市场 夏小兰这车买来也只能挂扣 均价三四千美元的车 进口税的税率超过200% 美元和华币的官方汇率 是一比三左右 一辆四千美元的汽车 进口到国内 成本都超过了四万华币 在此基础上翻个两三倍 才是市场价 至于具体翻两倍还是三倍 甚至更多倍 完全看具体车型 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 所以进口车的价钱居高不下 有人说 多开放点进口额 就没有走私车了呗 1985年华国的外汇储备 还不到三十亿美元 等着用外汇的地方很多 全花在进口汽车上 怎么可能 夏小兰的思绪飘得有点远 海关的人却误会 夏小兰不满意这些车 面对夏小兰的问题 连连点头 有别的 夏小姐请跟我来 夏小兰瞧见的 是几辆雪铁龙 雪铁龙CX20 偶尔能在京城的街头看见 京城出租车市场中 有一百辆 就是前年投放的雪铁龙CX20 和现在方方正正的车型比起来 雪铁龙CX20漂亮得过分 很符合女童指开 当然 她一开始 也不在夏小兰的考虑中 连雪铁龙都有啊 夏小兰是真的挺诧异 这车在国内太少了 远不如什么皇冠 蓝鸟常见 海关缴获的一些走私车 是右舵 法国车是左舵 完全符合华国人的 驾驶习惯和交通法规 夏小兰本人很满意这车了 红色太醒目 奶白色的五门先备款 如果价钱合适 夏小兰算是敲定了 这车和吉普212不同 吉普212的售价是四万左右 雪铁龙CX20的成本都不止这么多 哪怕被海关查获后再售卖 它和皇冠是差不多档次 一辆皇冠要二三十万华币 夏小兰希望海关的人 宰得别太狠 小王再三确定 就要这辆了 夏小兰点头 如果价钱合适的话 就要这辆